大家对于天帝会的熟悉 源于武侠小说影视剧等 天帝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 1674 因其拜天为父 拜帝为母 桂圆同为兄弟姐妹 故称天帝会 清末 天帝会趁着清朝风雨不断接连几次起义 但可惜的是都被镇压下去 有几个还曾经与太平天国有联系 今天小编带你了解一下 这些天帝会起义道光 前方年间天帝会在湖南 广西边界建立起了生平天国 与太平天国名号叵四 这支队伍主要有胡有路和朱红英 朱红英和和剑狗构成 胡有路湖南宁园永重起义 1855年9月22日 在新宁四名山被俘 寻于长沙英勇就义 朱红英冒充名义 于1852年在相跪边界起义 1874 他在磊阳被捕 遭杀害于一张 和剑狗1852太平军进人道州 加入太平军 随部转战武昌 1855年8月13日 和剑狗因火攻死去 1854年6月10日 和六等绿众在东莞县石龙镇起义 揭开了广东省城附近天地会起义的序幕 晨开在活山石湾附近的大雾缸发动起义 李文茂 甘鲜 周春等在广州北郊的佛岭市 陈显良等在城东念堂 林光龙等在省河南岸起义 冠具和河伯粪等珠江传故起而响应 迅速形成了对广州的包围 起义者投过红金 或腰缠红带 自称红兵 又称红兵多数被清军地方势力击败 而承开李文茂等领导的起义军 先攻广州固城 一致广西发展 还建立大成国政权 在广西天地会起义武装配合下 坚持了较长时间的反清战争 成为一支重要的反清武装力量 后来由于没有核心领导 这加之指挥失误没有根据地等失败 大成国起义是天地会起义中规模最大 给清政府的打击最沉重的一次 除了这些天地会起义外 其他的天地会起义都比较小 有湖南天地会起义 不见天地会起义 浙江天地会起义 江西天地会起义 湖南天地会起义 有争议 唐起义和合剑狗起义 后者前边有写一笔 这里不序 争议堂起义是周国瑜组织的 他在刘阳建立争议堂 集结了数千会众 在当地声势浩大 不过被曾国藩一打就没人了 周率领余部投靠太平天国 1861年初 陈玉成西征军夜袭黄州 以家封地官佑正丞相 搞不懂的官名 居然有道教的名词 的周国余身先士族 奋勇冲杀 被清军包围杀死不见天 地会起义 有小刀会起义和红前会起义 1853年5月14日 不见小刀会首领黄威率领一些人 在海城 龙海 起义 拿下海城 张州 厦门 铜安 张浦等地 又在厦门建立政权 最后于咸丰八年 在海上战斗中失败 咸丰三年春夏间 不见永春县五秀才林郡 及林万青 组织了红前会起义 起义者把康熙年间的铜钱上 康熙二字刮掉 中间抹上红色 作为会徽 由此称铜钱会 闲锋七年 太平天国封为猎王 八年北上会和太平天国不幸死去 红前会起义失败 浙江天帝会起义 闲锋四年底 徐震汉 金佩权领导 浙南红金军起义 起义均以月清为根据地 在临海 黄炎 大罗山 温州等地活动 后来与人合作中中了离 奸继失败 江西天帝会起义会众 以前徒诸 苗金为字 故称边前会 前锋六年 边前会律数千人 在吉安 建昌交界楚树起起义 在太平均的配合下 攻克南丰 新城 桂西 千山等县城 1863年8月 同志2年7月 赵起在月清堂下进行密 密活动时被金钱会的一名保守林宗起 判便出卖牺牲 金钱会也随着赵起的牺牲宣告失败 时侯 有差 下有 тут 你 到 open 袭 久 亍